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時間 那今天或者是最近應該會有幾集的聲音會不太一樣 就麥克風 沒有 之前那支麥克風沒事 但是我用耳麥 結果他的耳機掛了 所以我想說就直接整套換掉了 所以今天這集是絕對的 那之後哪一集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時間錄的有穿插 上的時間也有穿插 所以可能有一集會變那樣 今天這集就是之後的聲音了 那如果你覺得哪一支比較好聽的話 還是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 這可以當成我之後選可能 可能選麥克風的一些頻段 之前那支已經跟我那個 藏滿灰塵的麥克風一樣 一起收到那個倉庫裡面去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今天應該說上市 上市我們開了 簽名九旗的 100張籤卡 然後 流量是不錯 雖然沒有很高 但是流量是不錯 所以我們 今天再開100張吧 空間我剛剛清過了 今天要開箱的是 不對 今天是課金系列 今天要開箱的是 簽名十旗金鑽包 沒錯 也就是人家說的 書箱版的 簽名十旗間諜包 然後打開 這就是今天的那個啦 今天的販售 的商品 然後打開來的話 裡面我拿其中一盒做介紹就好 裡面就是6000鑽然後80億 加上50張的籤卡 所以讓它的筆值是蠻漂亮的 好 那我們就來開吧 看一下哪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是比較便宜的 在哪邊啊 這個是 當期的嘛 當期的二選一 然後加上 非當期的二選一 那就先開當期的 好 第十旗的話 現在比較貴的 可能就 就 王威城吧 然後 陳禁 這期的相對之前都 貴不少 結果怎麼 要隱退的火力是最便宜的 好 那就開始吧 來看一下是不是又會有那個 隊伍的組合 第一包 欸不一樣 邱智晨喔 算了我也沒有要練啊 選貴的吧 第二張 王威城有兄弟就貴 第三張 選貴的 第十張 欸 陳禁 那張真的還蠻不錯的 好 象魔力 象魔力有點可惜啊 球數壞掉了 好 後面的五包 好 目前還沒有間諜喔 欸 林志勝 第二張 再一張王威城 第三張 欸 欸 休號軍 是中繼 可能比較有價值 選 好 陳禁 王威城 欸 目前開得還不錯喔 今天看起來 可以正一下 嗯 陳禁 還可以 這 這好像是最爆的 好啦 選蘿莉 欸 陳禁 欸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再一張陳禁 喔 三張陳禁 好 後面的五包 好像都差不多捏 隨便啦 林志勝 然後 選五奪 欸 陳 等一下 雖然這次沒有 沒有隊伍間諜包 但是我怎麼覺得這個組合很熟悉啊 就是曾經配邱浩軍 雖然兩張都不錯啦 但是這個組合怎麼有點熟悉 我就知道了 該來的還是會來啊 該來的還是會來 這張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覺得怪怪 然後後面的五張 阿對啦 那這不是重點 那什麼間諜不間諜 那不是重點 就這樣 每一次都給我這樣 我沒差 全部都這樣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兄弟的卡片 來個拳皇吧 五皇 沒了 破功 選中祭 五出二欸 五張裡面有兩張間諜 還有多少間諜啊 全部出來了 選中祭 雖然兄弟的卡片感覺好像比較貴 零之勝 唉唷 這個 沒差啦 這是一種紀念價值 這是一種信仰 蘿莉為綜化石棒真的是付出很長 還有一個蘿莉條款 這沒差 都給我這樣出也沒差 用金幣去換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然後沈靜 這樣沈靜 我不知道他應援曲 有沒有補上去了 不然我真的蠻喜歡沈靜的應援曲 但是沈靜的卡片 現在還沒有知識 沈靜 欸欸欸欸 這組合好像一樣喔 但是沒差我喜歡 欸他在左邊已經第三次了 欸左邊全統一喔 哇全部統一 欸 他統一我是 我是不 我是沒差的 欸那個 那個組合的 那個配置 他好像全部都是 左邊都統一 喔那個秋花圈 羅幻成秋之成 就 就猛了 新組合喔 現在就是在 挑戰新組合 我是不是沒有選過神拳啊 等他出台神拳 我一張我來選一下好了 有沒有啊 來一張 沒了 沒了 70幾億 還行啊 可能兄弟的卡片 可以囤一下 等他長 那張王威成我覺得好像 欸 就守衛如果你不要掉守衛的話 我覺得那張王威成 好像比二贏那張好一點 淡就一點 卡包 卡包捧好去啦 這裡 好 七到九七有什麼好貨嗎 欸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然後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然後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然後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欸這張是統一的喔 然後林立跟 你這張好像相對沒有這麼貴 然後兄弟的卡片就是貴跟 你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還有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兄弟的卡片 欸好像沒有這麼貴了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哇這張長到29億喔 所以在開的時候有這麼貴嗎 嗯 好 結論 看完了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怎麼感覺好像沒有那麼 欸這樣還是有91耶 怎麼感覺好像沒有上市開的 這麼貴的感覺啊 就是那個 看那個清單 還是因為有兩張 開到兩張10億啦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多一點看有沒有多一點黃的啊 啊有黃的 但是這張黃的其實 啊價格不是很高 這張其實素質不錯欸我覺得 感覺時期比較雷一點欸 就感覺比較雷 這張有夠強 但 就沒有 沒有這麼多隊伍可以用 唉唷破百了破百了 終於破百了 感覺好像比較難破百耶 87億 嗯有靈力 跟黃恩寺 感覺這個要是不是要反一下啊 不會破百啦 不會啦 不會啦 下一包一定炸掉 來開下去 炸 不可能破百的 超炸的欸 兩張當旗喔 認真 感覺這一 這個旗是 唉唷有了有了有了 終於出來了 這兩張就夠了 感覺這一段是不是特別 就是 六旗的是不是比較貴啊 啊7到10旗怎麼感覺 就比較便宜的感覺 錯覺嗎 喔這怎樣啊 哇50欸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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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那這個才正常嘛 那怎麼感覺真的比較便宜啊 是錯覺嗎 感覺九旗那邊開起來比較漂亮欸 還是是因為今天 兄弟的卡片出比較少 也沒有比較少啊 差不多啊 不過都沒看到層次好欸 唉唷 原來是出比較少的問題啊 不然就等他放著一下好了 我覺得好像怎麼感覺筆子 沒有上次這麼漂亮 不過 剛剛看我那樣開 還是很暴力啦 真的還是很暴力 你只要運氣夠好 你兄弟的開得夠多 我剛才那個 後面的那個 七到十旗啊 兄弟的卡片太少了啦 應該只是單純 陳志豪張志豪 跟 觀大元開太少了 不然應該也是蠻漂亮的 那這次就可能算 開得普普通通啊 他就是一個 值差不多在那裡 反正平均做一個不錯的水準 所以這一盒啊 還是可以考慮 就給大家做參考吧 好那今天這個 再度的十旗 100包 千卡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了 你問我十一旗 會不會再有一次 再看看吧 再看看吧 搞不好我哪天 缺資金十旗又再一次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喜歡 讓觀眾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